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胡天胡。 在传统拳术里,趁金把骨是相当重要的一种修炼方法。 它既是修身养性,强身健体的好方式,又在传统拳术工房之道里有着独特的地位,蕴含着好多武术智慧。 它传武中内功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功夫,是通往内外兼修,以柔克刚境界的关键道路。 传统拳术讲究内外兼修,有句内练一口气,外练筋骨皮的话,就把拳术修炼的两个重要方面说得很清楚。 趁金把骨就是修炼筋骨皮的关键。 从拳术工房教际的角度来讲,通过趁金把骨,能让自身的筋骨到处都张开,达到外形最大的动变叙事状态。 这就跟拉满了的弓弦似的,蕴含着很强的能量,在攻防的瞬间能释放出巨大的威力。 通过内修,还可以让筋强大,这种强大,体现在筋的饱满粗壮而富有弹性。 当修炼者身上的主要筋键充满活力的强健,其力量就会成倍增加。 全焰说,练拳不练弓,到老一场空。 这个弓,有一大部分就是这个筋的强大。 所谓筋骨力,主要还是这个筋的力。 其次,皮肉也会发力,在训练筋力时,训练得法,皮肉相应着一同得到训练。 一筋经理说的内清虚,外脱换,其中外脱换就是指一筋,一骨。 只有用特定的方法来改造筋骨,才能让筋骨从根本上发生转变, 达到想脱胎换骨,脱俏换向这样不同的功夫境界, 这样才能满足全数攻防教剂的需求。 趁金把骨在这个过程里是必不可少的, 是让筋骨适应攻防教剂的重要手段。 趁金把骨的一个核心目的,就是让自身的筋骨通灵, 把那种僵桌的力量去掉。 在传统全数攻防之道里,人体外形最基本的要求是柔弱无骨。 这可不是说真的软弱无力, 而是一种特别灵活,能自如应对各种攻防变化的状态。 只有自己的外形达到柔弱无骨的境界, 在全数攻防教剂的时候,才能随着对方的变化使出相应的招法。 比如说,在面对对手攻击的时候, 就能像水流一样顺着劲来,灵活地化解对方的力量, 然后马上反击。 道本自然一气游,空空静静最难求。 格莱万法皆无用,身形应当似水流。 这首诗,表达了传武的极高境界。 而这个身形似水流,没有筋的参与,就缺少了重要的支柱。 而这个柔弱无骨正是这种境界的起点。 从修炼进程来看,柔弱无骨在席拳初期是对内功的一种描述。 随着内功练出内劲,外功修炼形体,内外合一, 当确实达到在攻防招内便没有阻碍的那种意境的时候, 就可以说是达到柔弱无骨的境界了。 这个境界里的弱,可不是没能力的那种弱, 而是蕴含着强大力量的存在,是通过外形的柔体现出来的。 只有达到这个境界,才能以最好的方式积蓄和释放自身的内劲, 让权势发挥出最大的威力, 达到把有形的骨架强硬炼到好像没有骨架那样柔弱的运动变化方式, 进而实现全架的权势柔形器,刚落点, 打化合一的攻防统一意境,也就是以柔用钢,化打合一的境界。 太极拳的免礼国铁,免礼藏针, 极柔软然后极肩钢, 行一拳的明镜后是按镜,化镜。 甚至行家所说的炼精化气,炼气化神,炼神环须, 没有柔弱无骨的参与都会大杀风景。 对于初学者来说, 以外形修炼为主的趁金把骨是入门的重要途径。 这个阶段主要通过踢腿法, 劈叉法,活腰涮腰法,活臂八法, 肩胯手足的对拉把长法等方法来练习。 就拿踢腿法来说, 反复抬腿,伸腿这样的动作, 能有效地拉伸腿部的筋剑, 增强腿部的筋骨力量和柔韧性。 劈叉法能极大的拉伸胯部和腿部的筋剑, 让胯部和腿部的关节更灵活。 这些基础练习方法能强化筋筋骨力, 达到整形的目的, 让席拳者掌握正确的拳型。 在这个阶段, 练习者追求的是全式刚猛的运用。 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。 因为侧重于外形的力量表现, 在受力的时候就容易被击中。 这时候的练习者更多依赖外在的筋骨力量, 缺乏内气的运化和内在力量的调节, 所以面对技巧更高或者力量更强的对手时, 可能就处于劣势了。 所以, 当席拳者自己有了一定的内气能在周身运行的能力时, 就需要赶紧转向以内气如氧筋骨的趁筋拔骨练习方法。 这种以内气运行的趁筋拔骨的方法呢, 崇尚意气均来骨肉沉的理念, 主要以内进运行修炼为主。 开始的时候, 练习者要有意地引导内气在筋膜、骨膜、骨关节间隙里运行, 同时外形要有轻微的拉伸动作意识来配合。 这是个逐渐磨合的过程, 比如说在站桩练习的时候, 练习者要通过调整呼吸, 把内气引导到身体各个部位, 同时身体姿势要保持一种微微拉伸的状态, 就像拉弓一样, 让内气和外形相互配合。 随着练习深入, 内气和外形的配合会越来越默契。 当达到一定程度后, 就可以转向无违法修炼了。 在无违法阶段, 只专注于内气在自身体内运行, 而形体不需要做任何拉伸的配合。 这时候, 内气运行到自身各个部位的时候, 骨断本身会出现节节对拉拔掌的内景象, 这样就达到趁金把骨的目的了。 这种从有为到无为的转变, 体现了修炼者对自身内气和筋骨关系的更高层次的掌控, 是一种更深奥的修炼境界。 趁金把骨的修炼有多种层次和形式, 装弓修炼法就是很重要的一种。 装弓包括站桩、坐桩、卧桩等不同形式, 每种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修炼重点。 站桩又分静态桩和动态桩。 静态桩要求练习者保持特定的姿势, 长时间站着能锻炼腿部和腰部的筋骨力量, 增强身体的稳定性。 就像马步桩, 练习者要双脚分开, 去膝下蹲, 通过这个姿势强化腿部和腰部的筋骨, 让内气下沉。 动态桩则是通过身体的微动, 像双足虚实的捣唤, 双手的开合, 起落的环绕动作等, 让内气随着形体动作运行, 达到趁筋拔骨的效果。 坐桩适合在安静的环境里进行, 能帮助练习者集中精力引导内气运行, 对身体上半身的筋骨进行调养。 卧桩能让全身放松, 在放松状态下, 内气能更顺畅地运行, 同时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自发的趁筋拔骨的景象, 这是站桩和坐桩不能完全体验到的。 对于初学者来说, 可能更注重外形修炼的趁筋拔骨, 通过强化筋筋骨力来掌握基本的拳术动作和攻防技巧。 比如说刚开始学拳法的时候, 通过大量的踢腿、 劈刹等练习, 让身体具备基本的力量和柔韧性, 这样就能做出比较标准的拳术动作。 随着修炼深入, 高手就更注重内气运行和柔弱无骨的意境了。 在实际的攻防教际中, 高手能凭借内气的运化和外形的柔弱无骨, 更灵活地应对对手的攻击。 就像面对对手强力攻击的时候, 高手可以通过内气的调节, 让身体像水流一样顺势化解对方的力量, 然后再以柔用钢进行反击。 柔弱无骨和古想其名都是功夫意境。 形体柔弱无骨的功夫意境可以没有古想其名意境, 但古想其名功夫意境成熟的时候就包含着柔弱无骨功夫意境。 这两者都是根据离火之清零, 砍水之松沉, 驯风之虚其形制, 以气势为用来修炼的, 不过古想其名又多修持了震雷之雷鸣功夫而成。 在攻防中, 古想其名功夫的运用有它独特的地方。 虽然柔弱无骨是很高深的境界, 但古想其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有优势。 不过, 这两种功夫的修炼都离不开对称金拔骨的深入理解和实践。 肩部在拳术里是很重要的部位, 它包括肩和肩胛两个部分都要松圆转自如才算是有功夫。 比如说, 在一些拳种里有以肩围轴直臂转肩转肩轴的方法, 向前挥臂, 后挥臂, 前后同时挥臂等纯形体练习, 这些练习能增强肩部的灵活性和力量。 向无极战士下的摇肩练习, 双肩自然下垂, 左肩膀上提后摇转, 再向下前转出, 复力提向后摇转, 三次, 右肩也这样向后摇转三次。 然后左右肩先后连续画八字, 向后摇三次为一个周期。 刚开始练的时候, 动作不熟练, 随着熟练程度提高, 大概一个月左右, 就需要增加摇转次数, 每次修炼达到500次周期以上, 才能看到效果。 在这个过程中, 跨在肩膀下落是必须上提, 这是上下相随功夫的基础。 此外, 还有呆驾斩首摇肩, 怀中抱月摇肩, 怀抱太极摇肩, 鹤翔飞天摇肩, 螃蟹横行摇肩, 鸭子浮水摇肩, 大鹏斩翅摇肩等不同方式的摇肩练习, 这些练习从不同方位, 角度对肩部进行锻炼, 各有各的用处, 像以行功修炼的话, 能有全身部基础功夫。 肘步的练习方法, 由内滑圈挥手转肘, 外滑圈挥手转肘等, 这些方法比较简单, 但却是运用手的根基。 通过这些练习, 能增强肘步的灵活性和力量, 让肘步在攻防中能更好的发挥作用。 肘步的练习包括内转圈腕, 外转圈腕, 抖手腕等, 就是用手腕轻轻化缘。 手是保护自己的门户, 要刚柔相继, 上下前后左右都要照顾到, 以熟练为关键, 所以手有腕指力的说法。 同时, 肘步和腕步的练习都要合身, 不配合运用才是真功夫。 单推手, 数名阴阳八卦连环手, 是常见的肩肘腕三结同练的方法, 包括自己练和两个人一起练。 还有提手宁果外翻被垂击, 回手宁果内翻下暗掌, 单, 双臂顺逆缠绕等练习。 肩肘腕三结其实就是臂, 臂是一身的门户, 手是天门, 肘是人门, 肩是人地门。 在拳中, 三门一顾, 数暴为顾, 狭义是顾, 顾则顾矣, 能顾的话对手就进不来。 要是让对手进了门内, 肯定会落空, 攻击就会失败, 这就是打的妙处。 门户应该紧闭牢固是一方面, 门户打开也是一方面, 引进落空就是这个道理。 开门是有方法的, 这是功夫。 开不好的话, 开了身体就容易松散, 对手就容易趁机可接可调, 自己就危险了。 所以, 闭这个门户不能不仔细研究, 肩肘腕三节同练的方法, 是修拳中门户开关的重要方法, 可不能小看。 滚头颈的练习, 一般包括前低头, 后仰头, 左侍, 右侍, 再把头放在肩上, 左右前后滚动圆转, 每个方向转八圈, 换方向再转八圈。 颈椎要松静, 头却要滚动自如, 刚开始练要慢, 滚动均匀才是功夫。 头是身体的首领, 颈是头目的枢纽, 上下要相互顾盼, 呼吸要相通, 以灵活为主。 顾左顾右的时候, 头要正, 像要竖, 要么随着身体转动, 要么带领身体转动。 松动脊椎和圆转摇动脊椎, 松动胸骨, 开缩骨等属于内功练习范畴, 这些部位的练习方法虽然不一样, 但都是为了让身体内部的筋骨结构更灵活, 从而更好地实现趁筋拔骨的效果。 腰部的练习向腰转上伸腰, 松胯胯松腰, 俗称刷腰, 每个方向隔转八圈。 胯部的练习包括开胯, 向左腿站立, 右腿向前提膝, 右向外摆, 这样反复八次, 然后换右腿站立, 左腿提膝外摆, 也是八次。 两腿交替座的时候, 刚开始站不稳, 可以手扶着东西, 熟练了就可以独立跨运转。 还有站立转跨, 包括平转左, 右外圈转, 水平运八次转, 立转, 两胯间平行立转车轮, 左右两胯交叉前后立转八次等练习。 腰是身体的疏肘, 所以要灵活圆润熟练, 这样才有虚实的变化。 直边坚固的话, 发招就脆爆, 近视沉长, 力量从腰发出, 气从腰运行, 腰的上下相通, 才能正确运用。 胯, 臀, 骨为胯, 筋为臀, 胯和间应该相合, 就像收来无空间说的那样, 就是说胯与间相合, 左摆右转间胯同动, 陡然相冲而带压下, 故一身筋结距紧贴对手身上, 也叫一片。 这体现了胯部与肩部在拳术动作中的协调性要求, 这种协调性对整体攻防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。 膝部的练习, 有筋肌独立式下的内, 外白腿转圈膝, 外转八圈, 内转八圈, 然后换腿, 揉转膝, 就是用膝盖划圈左右旋转, 有单膝, 双膝之分, 有跪式揉转和水平揉转之分, 都是正, 反个八圈为准变换, 膝是下盘的门户, 应该平分内外, 而且有扣翼, 不能敞开, 也就是不能外开, 如果开了那足间也会开, 下盘就不严密了。 后腿曲柜式略带压下, 紧身坐置, 将与前膝平就停, 置身在两腿中间, 都不能过, 过了的话公把软, 就是膝软的话, 腿力就不坚实。 这虽然不必太拘泥, 但只要不失, 就能随之变化运用, 就是真功夫。 怀部的练习包括, 筋肌独立提膝转脚, 脚尖外转八圈, 内转八圈, 然后换腿, 揉怀骨, 有虚拾部, 拧转实腿怀骨, 摇山晃海旋转怀骨, 脚尖点地曲腿摇怀等方法。 跨膝怀三节同练, 例如平开步, 脊部, 脊胸部, 钉部等战士, 以进到下乘八字两腿, 顺逆虚实凝果转换, 转身或者不转身都可以, 只要腰以下运动, 上身安静, 虚灵随动就行, 意在肩胯硬核, 目的是在腰中求虚实变化正确。 足是一身的根, 根不稳的话, 身体虽然强壮, 也都是空架子, 妙在足指钉下, 足根坚固, 尽已在怀, 这样足就没有虚前虚后不平的毛病, 这就叫肤, 这样的话退步清零, 踹步迅捷, 叹步灵, 转步圆如, 其余的不行都按照规定的样式运用。 这就是权中不如猫行, 如吕伯兵部的功夫, 达到这个。 这就是权中不如猫行, 如吕伯兵部的功夫, 达到这个境界后, 根基稳固了, 周身就能一气贯穿,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, 把人颠倒是很轻松的事。 不过呢, 足的力量和腿也有关系, 腿要旋起来还得缩着, 要硬实, 得顺着腰走, 还得有点弯曲, 这就是下盘紧密的功夫。 所以说, 西跨踝三节一起练式下盘, 紧密腿功夫的基础, 相补, 踢, 蓝绊这些功夫都得靠这个, 得好好练才能掌握全身的功夫。 手掌指的松练方法有虚空正反, 拧转阀门, 立拧, 扶拧, 仰拧, 得把意念集中在各个手指关节上, 按顺序松开, 一直到指尖, 这样循环往复, 动作要清零, 每个地方都得做到位才行, 还有波浪勾身掌, 指, 这动作虽然小, 作用可大了。 脚掌指松的方法, 和手指的差不多, 不过脚掌指活动范围小, 得更细心体会。 另外, 向左, 右肩八字正反摇转, 左肩和左胯上下八字摇转, 右肩和右胯八字摇转, 左肩, 右胯和右肩, 左胯交叉八字摇转, 都得正反两个方向练习。 开始的时候是练形体, 等有了内劲, 就得结合内劲的顺逆运行来练, 效果才好, 这也是很有效的修炼方法。 全身仪器贯穿, 有两种基本线路方法, 还有三种形式。 左手足, 右手足上下一气贯穿, 右手对左足, 左手对右足交叉上下一气贯穿, 这是两种基本方式。 最后达到左右手足随意横向, 竖向一气贯穿, 这就是第三种形式。 这里面方法很多, 就不多解释了。 刚开始全身修炼的时候, 不用攻防招式, 就按照方法变, 熟练之后, 随便移动就能趁筋把骨, 全身久结, 节节贯穿, 身体凝果钻翻螺旋, 内劲和形体时时刻刻, 每个地方都能时空统一。 体内变化的时候, 自己没有牵拉, 组织的感觉, 体外变化的时候, 体内虚空来应对, 这就是柔弱无骨的功夫练成了。 这时候, 要是用太极边球修炼, 效果更好。 再用这个柔弱无骨的境界来演示各种攻防招式, 就能明白招式攻防运用是怎么回事了。 顺遂而用, 以柔弱刚才是全用招的真谛。 接着就可以慢慢修炼, 形体像蛇动, 蚕动, 蠕动, 涌动等不同层次的柔弱无骨功夫境界。 这就说明, 全身一气贯穿是趁金把骨修炼到更高层次的一种表现, 是经过各个部位仔细修炼之后, 身体整体协调性和统一性的达成。 在趁金把骨的修炼过程里, 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 不管是从外形修炼到内气运行的进步, 还是从各个部位单独练习到全身一气贯穿的提升, 练拳的人都得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修炼。 就像肩部摇肩练习, 刚开始的时候动作不熟练, 得随着时间增加摇转次数才能看到效果。 再比如修炼内气运行的趁金把骨, 从有违法到无违法的转变,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的, 得长时间练习和体会。 席拳的人不能只靠一种修炼方法, 得把多种方法结合起来。 就像修炼柔弱五骨和骨想齐鸣的时候, 不但要做专项的练习, 还得兼着练打套路, 拆手, 站桩, 操守这些。 这样能全面提高, 这可是几代人精心研究出来的经验。 而且, 不同的拳种和门派可能有自己独特的修炼方法和技巧, 练拳的人也得把本门派, 本拳种的独特方法结合起来练, 这样见效更快, 效果更好。 拳术的修炼可不是机械的重复动作, 练拳的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。 要理解, 体会拳练习和运用的神韵, 意境, 气度, 近视形态, 中和。 只有这样一层一层明白道理, 一步一步见到功夫, 才能让自己的功夫不断提高, 升华,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。 比如说, 理解了趁金把骨的原理和目的之后, 练拳的人就能根据自己的情况, 在练习的时候灵活调整方法, 更好地实现修炼目标。 总之呢, 春金把骨在传统拳术工房之道里, 是非常重要的修炼方法, 贯穿于传统拳术修炼的各个方面。 从对身体各个部位的专门锻炼, 到全身一气贯穿的整体协调, 从外形刚猛到内气韵化, 再到柔弱五骨境界的达成, 从初学者入门到高手的高深境界, 趁金把骨都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。 它不但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, 更是一种包含传统武术智慧的文化传承。 炼拳的人通过深入理解和正确实践趁金把骨的方法, 就能在传统拳术的修炼道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水平, 达到内外兼修, 以柔用钢的高深境界, 从而把传统拳术的精髓传承和发扬下去。 我是胡天胡,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, 再见。